发现俄军BMP坦克试图闯入阵地 乌军马上开着美智的M2 布雷德利战车狂轰 把俄军坦克打得一路退 连战车都解体了 寒冬陷入苦战 乌军死守岗位 士气虽然勾昂 但是兵在厉害 没有武器弹药 这仗要怎么打下去 大雪中乌军继续用美智的M109自走炮车射击 看似有火力 但实际上是 重型自走炮 常陷进湿滑雪地里 一天能发射的炮弹 还是限量的 我们需要炮弹 我们需要炮弹 我们需要装弹 我们需要装弹 我们需要工具 我们需要工具 我们需要炮弹 和俄罗斯从北韩获得百万枚炮弹相比 实在打的结局 在阿夫迪弗卡的外围 另一支名为Omega的乌军特种部队 还因为缺乏西方弹药 得搬出三四十年前苏联时期的老掉牙武器 结果在零下二十二度的严寒天气里 卡弹了 该打的没能打成 赶快拆卸火炮换位置 就怕被俄军发现 折腾好几个小时 终于成功发射三枚炮弹 作战效率一落千丈 那么美国六百一十四亿美元的 缘污预算放不放行 拜登最新和朝野两党 以及国会领袖开会 结果还是各执一词 倒是欧盟在打包票 缘污不会跳票 欧盟承诺到二零二七年前 会提供乌克莱五百亿欧元资金 亲俄的匈牙利去年十二月份否决提议 引发议员痛批 绝不能让普钦傀儡得逞 同时间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乌俄也是全场焦点 马克宏除了口头力挺 还宣布二月份会出访乌克兰 并且加码援助四十枚的暴风影 长城巡逸飞弹 而同样也亲自出席的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虽然当面感谢西方支持 却也有很多埋怨 紫伦斯基批评西方不敢 和普钦正面对决 害得他们措施良机 另外在俄罗斯境内 出现了罕见的大规模反政府抗议 有一名环保人士 疑似是因为发表对乌克兰的反战言论 被判刑 引来近万人抗议 但这似乎不会影响到普钦的选情 因为他还很高调的视察竞选总部 感谢年轻人支持 对于这次的大选是信心满满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